俄罗斯总统普京7日表示,面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迅速发展。 一些西方国家动辄实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等不正当手段进行打压,并特别提到了华为的例子。 华为稍早前刚与俄罗斯最大的运营商签署了5G合作协议,引发了美国媒体的高度关注。 当地时间7日,在出席第23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,俄总统普京表示。 目前世界形势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动向,面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迅速发展。 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挑起贸易战,推行金融霸权,动辄实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等不正当手段进行打压。 普京特别提到了美国封杀华为的例子。 路透社报道称,这是迄今为止,普京在美国挑起贸易战、科技战这一问题上最强硬的表态,就在两天前。 华为与俄罗斯第一大移动运营商MTS签署了5G合作协议。 MTS首席执行官阿列克谢克尔尼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。 与华为的合作协议不仅将在不久的将来为俄罗斯带来商用化的5G网络。 更将进一步推动俄中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